父母的灵会影响孩子吗 如果爸爸的心思意念里充满了 Lust 摄情 比如说看摄情的影片 会不会影响到儿子的灵魂 这一定的对不对 然后你的行为语言 在孩子眼里看起来 就不是圣洁荣耀的神 对不对 没有圣洁荣耀的神 就没有圣洁荣耀的爱 没有圣洁荣耀的爱 你就不可以将真理 不可以将神一切的美好 传给你的孩子 那所有的这种罪 都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你如果把圣灵的美好挡掉 把良心挡掉 你之后下面做的事情 就是属于撒旦的事情 牵涉到 而且是我们也会常常提到 那就是那我们是不是受了我们的这个祖先 或者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过去的 因为他们得了咒诅 以色列人他们被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 然后他们被这个的俘虏到这个 我一下打他这个巴比伦去 到了巴比伦以后 他们就在埋怨 他说上帝实在是不公平 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犯了罪 所以这个才今天我们受苦 然后所以他们呢 就在以色列人的第十八章里面 这个先知就在记载着 他就说 他就他在讲说 你们说父亲吃了酸葡萄 我儿子的牙酸到了 但是呢 他说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 不再用这样的俗语的应有 因为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怎样 属我为子的照样属我 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认为 然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 这个我们的做 我们所做的 不论是好是坏 为自己来做决定 如果是说有人说他 我要为他来做这样子的 这种祷告 求主来释放 我也不反对 但是 就你一旦是 就好像这个大卫说 东离西有多远 耶和华叫我的罪犯 离我也让 也多远 神的记忆力 是永远存在 没有错 可是在罪他一赦免 我们就远离了 他不再纪念 我过去的罪犯 你在仔细读以细节书 你会发现 他讲过好多次 就是说 你一直犯罪一直犯罪 但是你犯罪悔改 开始行善 我还是照你的行善 来对待你 对待你